看看新闻吧 这样出来实在是不好看 然后就请化妆师帮忙 用那个粉底遮了一下 但是刚才在拍的时候 因为裙子比较白 然后就蹭到了 说来也巧 这个品牌之前 正是由唐嫣和邱泽一起代言的 去年两人还大张旗鼓地 以情侣当身份拍摄广告 有消息称 邱泽之所以能拿到那份合约 全是靠唐嫣帮他争取来的 对此我们新娱乐在线记者 独家向唐嫣求证 没想到这个问题 唐嫣以及他的整个团队 都讳莫如深 听说就是上一次 邱泽先生是因为 已经推荐他代言的唐嫣 小问我来一下 这个真的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是就是指导 如果这样的话 虽然唐嫣方面 对邱泽的问题避而不谈 但是我们还是从品牌方 那边了解到 邱泽短期内将不会再代言 这个品牌 看来唐嫣帮助邱泽 争取合约的消息 并非空穴来风 唐嫣一直是在我们计划之内的 但是邱泽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他只是我们某一个活动代言人 就是这波活动结束了 基本上我们的代言 这个合约就结束了 尽管与邱泽的恋情 已经结束了将近两个月 唐嫣也几次三番地表示 自己已经走出情商 但是从现场的种种都能看得出来 这段感情对他的伤害似乎还没有结束 那段时间没有太去保养 说实在的 所以那段时间觉得自己 其实状态怎么办 我觉得跟心情真的会有关系 会不会比较排斥 就是说圈内人 主要还是希望能够 就是说有责任心的人吧 对 那会你一下自己是说出的 没有责任心也不够专用吗 我什么都没有说 谢谢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